自己在谈恋爱也有很长的时间 没有迈出这一步了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是真的 还仍然具有主动去爱的能力 希望自己能够 看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让我主动去发展和喜欢 李俊良 他们刚开始就选择 跟谁见面了吗 紧张 他的笑容好看的 李俊良我们都是那种老父亲老母亲的感觉 对对对 偷看 她是往后看的 感觉是个弟弟 好紧张 有一首歌 我还在等待一个女孩 这是我的年代的歌 对 外面雨好大 需要我去接吗 来了 你好 是个男生 还激动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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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坐了吗 为什么是个男生 对啊 为什么是个男生 我要向男生好一点 不会那么紧张 我叫李俊良 然后因为你叫Jasper 可以叫我俊良 你儿子叫Jasper 对啊 我叫郭希玉 你叫我总裁就好 爱情供 非黑即白 是不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上一段之后 我会去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时候 非黑即白 会不会太偏激了一些 然后尴尬住 特别想了 好好尴尬 他们两个不太会聊天 快点来个人吧 你怎么说 第一次见面 会不会觉得有点落差 就是没想到是一个男嘉宾 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背影 我还觉得 为什么会是男嘉宾 当时我有在想 来大师 我也在想 我想说 吓我一跳 心又期待 对 然后来了一个男的 对 我吓死我了 你觉得第三个人会是谁 我不知道 女生有选择两分两个人的权利吗 不知道 夏艺肯定是个女生 你觉得就是那个女生选到两个 对 不会吧 那谁知道呢 你选的谁 我选的是 现在还不熟 天气热了就熟了 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吗 你为什么选她 我觉得会比较好聊天 因为第一次见我怕尴尬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那种 有梗的 是挺有梗的 好像 我也听到了这个 对 所以当时听了我就选了她 来了吗